航运股要跌升反弹了吗? 留意后面的事件题材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财经即时通 我是Cindy 欢迎纪委名记老师 Cindy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周五的时候台股一共下跌了166点 看起来航运股好像是盘面中比较强势的族群 那老师我们都想问说 航运股是不是准备跌升反弹了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应该要去留意一下后面的事件 而不是因为看它跌升就觉得它要反弹 虽然说跌升股价确实容易出现反弹 但是股票如果这么简单的话 就没有人要赔钱了嘛 所以我们今天会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关于航运股的这些观点 那么首先其实我们从整个大盘来看的话 因为我们毕竟要做股票嘛 也不能忽略整个指数的状况 其实前一波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在看我们的节目 是不是都觉得说 老师你都一直说这个地方反正要占卖方 可是前面明明7月到8月就一直涨啊 那觉得老师你好像错了 但是你看我们一直告诉你说 万五以上接卖点 现在台股胜多少 一万四千多点 一万四千一百点 就快要破底了 快要破到3了 对啊 所以你会发现是说 其实我们的看法真的是很领先市场 那当然啦 有些投资朋友会觉得说 我们一定要在转折点的当天 然后告诉你 但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是不可能 我们只能提前 但是提前多或提前少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预测 但我会把最真实的观点告诉你 好那我们讲完大盘 其实要告诉你的说大盘的指数 最近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 对啊 可是你看哦 其实我们针对航运股的看法 一直以来都算是相当准啊 嗯 我们从3月今年第一季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 我们就告诉你说你要留意一下 航运股估值有过高的疑虑哦 3月4号 然后我们在什么时候 除了3月以外 我们5月又再提醒你一次 对 我告诉你说航运股还有下跌的风险 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在节目 都在我们的群租里面 公开分享给大家 为什么 因为你要公开讲嘛 投资朋友喜欢这些股票 所以你一定要帮最多的投资朋友 去避开下跌的风险 这样才有意义嘛 对 好 然后到了什么时候 8月 8月初 嗯 我们是不是在录影的时候 我又在拿航运股出来讲 有那时候说他们也是被看多了 对啊 那就是大家太乐观嘛 对 对大家太乐观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那阵子的航运股 好像很强 有支撑 可是我们已经观察到了 孕价下跌的速度开始加速 是 所以我们在8月11号的时候 又出来告诉你说 你要小心风险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提醒 一直提醒 一直提醒 对 好 我们来实际看一下股价 你看3月4号的时候 阳明号多少钱 133 133块 5月18号的时候还有多少 117.5 到了我们录影 8月11号还有9 剩下91 91块 你不要觉得只剩下91哦 今天股价剩多少 64 67 67.4嘛对不对 你帮大家算一下 8月11号看完我们的节目 你如果先卖 你可以少赔多少钱 2万多块 2万多块嘛对不对 一张差2万多块 差蛮多的嘛 差很多耶 OK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万海 3月4号的时候还有将近200块 192 那到了8月11号 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的要留意风险 是 那时候还有103耶 三位数 今天剩多少 70 75块啦 剩75块钱嘛 所以你今天 如果看了我们8月11号的节目 先卖了 你可以少赔多少钱 一张少赔将近多少 3万块 快要3万啦 2万8 还是有差别嘛 对不对 有 所以我们提供这些节目的看法 就是希望投资朋友 可以安全下装 少赔一点 对少赔一点嘛 你说前面套牢 那个东西都是过去式了 对啊 但是你要把股价看到未来 如果后面会继续跌 为什么不先卖再说呢 是 OK好 但是我们有没有说 他这个股价就会一路天崩地裂 也没有嘛 也没有 因为之前 是不是这个礼拜 长荣才刚出来 上上礼拜 上礼拜大家都在讲说 长荣要减资 对啊 长荣减资的时候 大家不是都说股价会喷吗 那为什么没有喷呢 没有错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长荣他减资出来以后 股价要喷啊 对啊 那确实我们在9月10号上面的时候 有跟大家分析过 为什么减资这件事情 有可能会让行业股出现反弹 是 因为他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你减资完以后 EPS就膨胀了 是 他EPS一年可以赚180块钱 算下来的话 是不是赚很多 很多 所以说代表是说股价会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可是你看台股 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吗 跌这么多 那大家就没有想象的空间了嘛 对 大家害怕了 害怕啊 你害怕你就不会有想象的空间 没有想象的空间 股价就不容易出现反弹嘛 所以我们当时9月10号的节目 告诉你说干嘛 反弹要站在卖方 是 而且我有说过 这个想象的空间是短期的 那你中长期还是要回归到产业趋势上面 是 那产业趋势运价指数已经告诉你了 所以说很明显的这个地方 我们的看法 我们把它切成短中长期 是 然后另外我们也告诉你 短线上面是题材 长线上面是产业趋势 这些逻辑 我相信投资朋友应该有看我们的节目 你都会知道 好那确实啊 我们9月10号录完节目有没有反弹 有 扬明那一天就是 这个波段前一波的最低点 后来真的反弹7% 还不错嘛 反弹要不要站卖方 要啊 要嘛对不对 因为股价跌破低点了嘛 又破底 那再来你说万海咧 虽然没破底 但是他有没有反弹 他也有反弹 坦了快10% 也是不错嘛对不对 反弹要不要站卖方 要啊 还是要站卖方嘛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节目 对于航运股的掌握度算是相对高的啦 是 不要说百分之百准啦 我们就是相对高 那你相对的一些高点跟低点 我们提供给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 那就是希望投资朋友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些观点啊 还有产业的研究 然后来对航运股做一点进出调节嘛 对不对 那就是希望你多赚一点钱 或者是少赔一点钱 那当然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告诉你说 很多人在帮你算EPS嘛 对 告诉你说EPS好高哦 对啊 EPS很高 而且大家不是都说常用他们的股价一直被砍低吗 一直被低估嘛 对对 没有 我告诉你没有被低估 为什么 如果今天还有人在告诉你说 因为今年长荣阳明万海他们要赚很多钱 EPS60-70块钱 所以他们现在股价被严重低估了 这种节目你就先关掉吧 为什么 因为他们股价是要反应未来 他们明年的EPS可能不到20块 后年可能不到5块钱 对不对 所以股价反应未来 那我认为其实我们在看的东西 就是把未来的事情拿来现在跟你讲 是 对 那现在其实手上有航运股的投资朋友 你说要继续担心吗 我反而认为没有那么悲观 为什么我们讲了这么多 但是其实我要告诉你是没那么悲观 没有那么悲观 为什么因为长荣减资以后股本瘦身 那现在他要落底并不是因为他跌身 大家要去关注后面有什么事件 如果今天长荣减之外以后 他为了巩固经营权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引入所谓的策略投资人 这个时候有人拿钱愿意出来买 去巩固经营权的时候 股价就有机会落底反弹 所以我认为后面要观察的指标应该是这个 而不是去算他的EPS 那我们要提醒大家 那长线上面来看的话 我认为航运股还有一些修正空间 那除了航运股以外 台股还有很多的定时炸弹等着引爆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把这些风险拿出来跟大家讲 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分享在我们的群组上面 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谢谢季老师详细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产业资讯 记得一定要锁定他的like跟他会滚哦 那长线即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